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紹了這個威望值的重要性 那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玩家 今天的影片你絕對不能錯過 那我的頻道日後也會有很多關於暗黑式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有點幫助的話 可以點擊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的話什麼是威望值 當我們點開這個地圖的部分呢 可以看這邊有個檢視獎勵喔 你可以點開檢視獎勵 就會如果在你每次解鎖不同的這個主要的區域的時候呢 都會有相關的這個威望值喔 那威望值的這個重要性在於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你不同的這個成就達成的時候 他可能可以給你一個加1的技能點數啊 藥水攜帶量技能點數 那這個是要到世界3的時候才可以解鎖 或是鼓幣上線 4個巔峰點數 所以這個東西呢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你今天是30等以上的話 或是你一開始的話 能夠盡量的把這個你所探索的區域的威望值 趕快把它領起來 就管緊把它領起來喔 那我個人目前的話呢 進度是有一點小落後啦 但是我應該會在這幾天 趕快把我的威望值給它補起來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提升威望值喔 如果說你解鎖這個區域 像大甘元的這個區域裡面的傳送平台 你可以拿這個名望值的20 那如果解鎖據點的話會有100 那支線任務會有20 發現區域的話會有5 那發現區域其實是相對簡單的 你只要走路走過去 有時候會看到 你這個區域你發現了 那你就可以提升名望值5 那如果說是支線地層的話呢 這個支線地層非常重要喔 因為如果說今天大家會發現 有時候你會有一些這個 解一解的時候會看到有一些小小的這個地窖對不對 只有這種叫做支線地層 你解開才可以拿到相關的名望值 如果是小小的那個地層的話 就是有一點像是地窖的那個開口 裡面就是單純打怪的話 你會是拿不到相關的這個名望值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支線地層就是會給你相關精華的 那個才有提升名望值 如果說是小小那個是沒有 莉莉絲的祭壇可以是喔 那我個人覺得如果說是新手玩家 你要拼速度的話有幾個 像是傳送平台啊 發現區域啊 莉莉絲祭壇其實都是很好 快速可以讓你前面兩個這個名望值 快速上升的方式 再來就是據點 據點的話一次名望值就來到100 那這個其實你解開來的時候要提升名望值也會非常容易 但是這些地點到底就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樣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找呢 我們就要靠這個有一個暗黑式的這個互動網站喔 那這個網站呢就會放在 資訊的連結給大家參考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網站整理的非常的好啦 那它裡面基本上所有的內容呢都有 像是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去找這個莉莉絲的祭壇喔 或是說你今天是要去找相關的地層 甚至傳送點還是據點喔 你直接透過這個 互動地圖呢 去把它做截取 那截取完之後呢 其實你就可以快速的 累積你的名望值 然後拿到技能點數啊 或是藥水的上限 對每一隻角色來說 其實都是相對相對的非常的不握 所以會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在你遊戲你還是新手的情況下 你還沒有進到巔峰 那你趕快把這個名望值升起來 那你的角色玩的速度呢 會比人家來的更快喔 那這個連結我就放在底下 給大家好好的參考一下 如果你覺得這影片有點幫助的話呢 也歡迎幫我點個讚 或是分享這影片 或是你們對於暗黑式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起來交流交流喔 那我們這影片就到這邊 那謝謝你今天的觀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請問一下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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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混蛋 怎么就是死不了 你混蛋 怎么就是死不了 你终究会放铁子 这就是你的第一款罪 你记得再杀我一次 你会请刘多多 你不知 你不知 于是无补 现在要阻止莉莉丝 已经太迟了 好 拿出你的实力 拿出你的实力 找到了 目盲之眼 马西夫能帮我们带走谷物